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救命啊 神姑娘 姐 老大夫 情况怎么样 吴总管你放心吧 小姐过两天就好了 让她多休息两天 好 玉琪 玉琪 姐姐 姐姐快醒醒 陪我去玩啦 玉琪 你醒醒啊 玉琪 娘 玉琪 你终于醒了 你没事吧 怎么样 我没事啊 娘 吓死娘了 沈姑娘 你醒了 太好了 赵老爷非常感谢沈姑娘 设身救了小少爷 赵老爷说了 沈姑娘一定要把病养好 至于茶厂的工作 她会派人去处理的 你就安心养病 生活上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吩咐我好了 吴管家 您这样太客气了 我现在真的没事了 麻烦你回去跟赵老爷 禀报一声 你说我好多了 还说 预计谢谢他 好的 好的 那就告辞了 谢谢吴管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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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走 傻丫头 你为了救别人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娘真的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 娘 我真的没事 你放心吧 你看呢 这么大的洪水 都没把我冲走 这说明是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这以后 你根本不用为我担心了 是吗 哎呀 你可把娘给挤坏了 家宝 喝鸡汤来 不喝 我不想喝吗 家宝 掉到那么冷的水里 应该好好补补 这是奶奶特地给你准备的 来 我来吧 娘 家宝 这是奶奶的一番心意 快喝了它 来 张嘴 不喝吗 算了算了 不喝算了 娘 你就是泰尼亚家宝啊 我就这么个孙子 我不爱他 爱谁呀 娘 这是谢天心 谢天谢地 菩萨保佑 惠林 小姐 记得 都准备点东西 明天和我一起到观音庙去筹献 观音大使 知道了 小姐 老爷 沈家那边没事了 菩萨是要感谢 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一下沈姑娘 是啊 别想到这姑娘真是热心肠啊 你就是沈玉琪啊 我是 找有什么事吗 带走 玉琪 给我住手 你们凭什么抓人呢 放开 天子 你们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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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爸把蛋卖给我们了 不可能 我爹不会这么做的 只有沈大顺才会这么做 你赶紧放人 不然的话 我就是报关了 报关以上我没有理 给我滚 放开 滚 听什么打人 放开我 走 你们放开我 你们听什么杀人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臭小子还敢动手 给我打 不要打了 住手 天子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给我冲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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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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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站住 快站住 天子 你有事吗 我没事 还好我乡亲们帮忙 玉琪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 天子 沈大叔 你为了还赌债 就可以把玉琪 往火坑里推啊 不卖了他 老子的命就丢了 如果想还得行赌债 只有把他给卖了 沈大顺 平时你做什么我都忍了 可是如今你要把女孩给卖了 也得良心被狗吃了 你给我闭嘴 整天躺在床上养病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 良心 良心值多少钱 我把新挖出来 你给我去卖 看能卖多少钱 沈大叔 你到底欠人家多少钱 不多 五十两 如果拿不出五十两 不是我给人家打死 就是把他拿去抵债 爹 我求求你 别把我卖你 我愿意替别人洗衣做饭 我愿意做牛做马 我愿意拼了命去赚钱帮你还债 我求求你别把我卖了 你挣钱 等你把钱凑齐了 老子的命早就丢了 玉琪 你不要求他了 沈大叔 我把田卖了替你还债 行吗 天赐 你卖田啊 你那点田 值多少钱 好啊 你去卖 你去卖呀 多卖点钱 卖吧 卖吧 哎呀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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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用你操心 爹 我不会答应的 我知道 你一直忘不了碧玉 但是你想过没有 这些年你都是一个人 难道你打算 就这么一直下去 让家宝成为一个 没娘疼爱的孩子 爹 不知道是哪家的钱金呢 你爹 她乡中的是茶园里的 彩茶姑娘 叫沈玉琪 听说蛮乖巧的 又能干 她找算命先生偷看过 是忘父义子的面相 爹 无论是谁 我都不会娶的 由不得你 爹 家宝 爹 怎么能 能娶一个采茶女 做我们家的二少奶奶呢 再怎么说 赵家在这明月镇 也是有头有脸的 大户人家呀 这事要是全镇的人知道了 那不成笑话了 再说了 弄不好他们会说 二弟娶不着媳妇了 找一个出身低贱的采茶女也可以 混家 采茶女 采茶女怎么了 出身低贱怎么了 你们都忘了 你们的姥姥就是个采茶女 要不是她协助你们爷爷 赵家茶园不会有今天 做我赵如海的儿媳妇 做赵天宇的妻子 是不论出身 只求品德 老爷 先别动气呀 秀云她 她说的有点道理 这门亲事 你是否重新考虑一下 要娶 也得娶个门当户对的 对我们赵家 对天宇都有帮助的女孩 好了都不要再说了 事情已经决定了 就照我的意思做 天宇就该娶这样的女孩 为什么她们要这么对我呢 她们是神我阎我的父母啊 难道她们看不出我的心思吗 难道她们看不出 我心里有多痛苦 二少爷 其实赵家上上下下 都懂你的心 老爷夫人 就是因为他们是你的父母 才要替你再娶一房媳妇 为什么她们非要逼我 忘了避允不可 说实在的 我也挺赞成的 我也不忍心看你再消沉下去 就算你不会自己想 你也为小少爷想一想 她还那么小 需要人照顾 难道你忍心让她过这种 没有母亲疼爱的日子吗 难道我应该为了家宝 去娶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 做妻子 你知道这是多么悲哀的事吗 二少爷 我不能认同你这番话 再娶妻事 并不代表让你忘记二少奶奶 那是为了照顾这个家 照顾你 照顾小少爷呀 这么多年来 碧云的一平衣销一直在我心里 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我心里真的没有多余的空间 再去容纳其他的女人 而且我这么做 对沈姑娘也不公平 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我的爱给她 别生气了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叫你不要在爹的气头上开口 你就是不听我的 听你的 听你的 要是世事都听你的 我们早就完了 我看爹和娘的心里呀 只有二弟他们父子俩 你就是今天吃饭吧 一个鸡腿给了二弟 一个鸡腿给了加饱 你呢 傻乎乎的 偏去加什么鸡屁股啊 那我爱吃鸡屁股啊 我加个鸡屁股那也没错嘛 对不对 主要是肚子不争气 那你要是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 我们又是大方 我又是长子 那那他们还争夺过我们吗 你说是不是 那生孩子也不是光靠一个人呢 那当然得靠我了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想这个 爹都要把那个女人领进家门了 到现在 我们还没摸清那个女人的底气 要是是个厉害的角色 再加上 又会讨娘的欢心 爹要那么疼二弟 只怕到时候 他们那一房啊 就不可一世了 我可告诉你啊 我一堂堂李家大小姐 我可不能看着别人的脸 送过日子 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呀 她一个采茶姑娘 能有什么能耐啊 刚才娘不是也觉得 她出身不好 打星底里边 就不愿意接纳她吗 再说了 天灵出国读书了 对家里的事情呢 那是漠不关心 二弟和家宝呢 又对碧云弟妹是念念不忘 这岂能容得下她呀 这其他下人吧 就不用说了 早就是你的囊中之物了 有他们挡在我们前面 这足以让这位星弟妹 知能而退了 你连手都不用出 我不知道你还怕什么呀 想不到 平时看你窝窝囊囊的 说出一番话 还挺有道理的 嘿嘿嘿 老婆啊 我这叫不开口则已 只要我一开口 那便是一鸣惊人 我 bug Un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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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杰 姐姐答应过你 要照顾你一辈子 对不起啊 姐姐可能做不到 你不可以恨姐姐 姐姐真的没办法 因为这一次 我非走不可 小杰 这一次姐姐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回来 姐姐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哥 小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爹 娘 请来了女儿的不孝 女儿从小到大 我这个家做什么都无缘无缘 可是 我不能接受定位的毒栈 连七生女儿都要慢 一切到现在 我没有替自己争取过什么 但是现在 我想为自己争取一个尊严 希望你们两位老人 要不保重身体 让女儿日后还有机会再孝敬你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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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你怎么出来了 快点回去 回去 你要走 对不对 姐姐刚才跟你说的话 你都听到了 是不是 也要把你卖掉 所以你要走 对不对 小姐 姐姐不想走 姐姐真的舍不得 但是这一次姐姐不走不行 小姐也舍不得姐姐走 没有人陪我说话 陪我玩 你不走 爹就会把你卖掉 不要 小姐不想姐姐被爹卖掉 姐姐 你快走 快走啊 小姐 爹快醒了 爹醒了就会卖你的 小姐 爹 爹爹 爹爹不哭 玉琪 娘 小姐说得对 你快走吧 娘 你怎么也出来 娘知道你受委屈了 娘 对不起 对不起 不 玉琪 娘不会怪你 娘 娘知道你哭 不能不走 娘 娘 对了 拿着 这件衣裳 是娘亲手为你做的 娘 您真的让我走吗 娘也舍不得你走啊 牛玉小姐和娘 吃了不少的苦头 娘 娘不能再拖累你了呀 娘 玉琪 快走吧 再不走 你定行了 你就走不了了 娘 玉儿 离开这里以后 你要好好的过日 知道吗 娘 玉琪 娘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小姐 我不应该这么自私 只想我自己 这场暴向你们不管 如果他们再来的话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我怎么没想到你们 我会为什么这么自私 玉琪 你身在这样的家 师娘对不起你 你快走吧 快走吧 不管日后你到了哪里 娘都会记得 有你这么一个乖巧 懂事善良的好女儿 我不能离开你们 我不能离开你们 我不能 娘 玉琪 玉琪啊 我不能 娘 娘 我也不能 我不能 大顺 我求求你 千万不要把女儿 哭啊哭 哭什么哭 我不卖玉琪 我们一家子连命都没有了 那也不要去赌啊 他妈的 你个死老太婆 整天病危危的躺在床上 还得买这么多药汁 我养个女儿吧 是个赔钱货 养个儿子又是个弱智 你以为我愿意赌啊 我心里也闷啊 我只能发泄自己 反正 交不出钱 只能卖玉琪了 沈大顺 谁啊 我们家老爷亲自下聘来了 赵老爷 赵老爷 您这是 我说大顺哪 你真是前世修来的好福气呀 我们明月镇第一查状元 宣和查状的赵老爷亲自下聘 看中你们家玉琪了 赵老爷 这是真的 里面请 赵老爷 您请坐 请坐 太脏了 太脏太脏 赵老爷 您让我说什么好的 您这么看重我们家玉琪 不嫌我们家穷 让他给您当儿媳妇 赵老爷 我 起来起来 别见 赵老爷 我嘴笨 不会说话 不知道说什么 表达我内心对您的感激 我们祖上 烧了八辈子的高香 交了好运 能和赵家做亲家 千万别说什么感激 我还要请二位原谅 我这么冒昧前来下聘 我在查员见过你们家玉琪 也听很多人谈过她 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 所以我想 如果二位愿意的话 我们就定下这门亲屎 好吗 赵老爷 瞧您说的 您都亲自下聘了 那是我们沈家 我们玉琪的福分呢 愿意 愿意 太愿意了 好了 大顺 这事又就这么定了 找个日子把女儿嫁出去了 谢谢 谢谢 赵老爷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您走好 我不远送啊 不远送 不远送啊 您走好 走好 走 赵老爷好 玉琪 好事 好事啊 赵家下聘了 你要给人家当儿媳妇了 帮助我们家脱离苦海了 这是我们祖上有德呀 我给祖宗烧香去 烧香去 爹 再试试这个 这是今年的碧罗村 比去年的香味要浓很多 去年的雨水过多啊 今年的雨水适中 加上二少爷新研制的 烘制方法 今年烘制的茶叶 自然比去年的香了 我倒真没想到 天雨对茶叶有点天分 天雨那孩子就是像你 做事认真 老吴啊 这批好茶记得留一点 上供给朝廷 是 老爷 老爷 你真的准备 把采茶女娶进门呢 过几天媳妇就要进门了 你还问这些 你安安心心做你的婆婆就成了 这天雨的命真苦啊 她是家里所有的孩子当中 我最担心的一个 之前呢 娶了个读杨姝的媳妇回家 和我们赵家格格不入 现在 朕希望老爷选的姑娘 能对家宝和天雨都有所帮助啊 难道你不相信我的眼光啊 我只是有点担心罢了 等媳妇进门 你就知道我所言非假了 啊 我去吧 沈大叔 我求你啊 不要把玉琪嫁到赵家去了 你看 我已经把钱全都带来了 就这点钱 我告诉你 是 我们家玉琪天生的好命 那是天生要嫁到像赵家这样的大户人家 能嫁给你吗 嫁给你 他能过上好日子吗 你有钱 你能给我抽大烟吗 你有钱能替我还赌债吗 是 是 沈大叔 我现在是没钱 不过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去赚钱 我一定会让玉琪过得幸福的 我告诉你 我们家玉琪马上就要出嫁了 从今往后 你要再敢纠缠她 我打断你的高腿 去 去 玉琪 天赐 来 来呀 天赐 这是啥 玉琪 玉琪 是沈大叔决定的这门轻事 不是你自愿过去的是吗 天赐 你也知道 我爹欠人那么多钱 我娘需要钱看病 小杰那个样子 你让我看着不管吗 况且赵家有恩于我们 赵来爷那么看得起我 你让我该怎么做 难道你为了报恩就嫁去赵家吗 你知道吗 我从小就喜欢你 从十岁那年开始 我就发誓今生非你不娶 你说我怎么能眼睁睁地 看着你嫁给别人哪 玉琪 你跟我走好不好 可是天赐 从小到大 我都只是把你当成我哥哥 不 我不要做你哥哥 玉琪 你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可知道我对你的一片珍惜 玉琪 你跟我走 来 天赐 天赐 我不能跟你走 我不能看着我家里人受苦 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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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跟我走吧 难道我为你做出了那么多 你真的没有感觉到吗 天赐你别这样 玉琪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求你别嫁去赵签了 玉琪 我求你了 你跟我走吧行吗 玉琪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别这样啊 那你来吧 快走吧 快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 行了 你来 快起来 你怎么把人的 别忙了 别起 好 对不起 没事吧 没事吧 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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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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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琪 我喜欢的是你 我 我无法容忍你嫁给别人 天子 你要干什么 玉琪 我喜欢你 天子 我无法容忍你嫁给别人 今天晚上 我一定要得到你 大水 大水 外面好像有声音 快去看看 烦不烦 咱们家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 哪会有小偷啊 别瞎操心了 睡吧睡吧睡吧 这声音好像从玉琪房间里传出来的 这万一要是有事情 玉琪 好 我去看看 放开我 放开我 畜生啊你 看我们打死你 滚 别急了 滚哪你 我打死你这畜生 娘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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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别怕 没事了 没事了 别怕 就是那边那个小子 他敢打我们家玉琪的主意 放心吧 这事包在我身上 一点小意思 不成敬意 这事成之后 我一定还有重谢 这件事情你就放心吧 谢谢 拜托了拜托了 你们想干吗 赵 你们想干吗 赵 好 臭小子 别再痴心妄想了 从今以后不要再纠缠沈玉琪了 人家现在已经是赵家的二少奶奶了 如果你再敢动她歪脑筋 我就让你死得好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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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天愚 我要你血债血还 爹 有事吗 晚上 有事吗 也就够有事吗 爹为你选这个媳妇 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你要相信爹 难道因为这个原因 我就要娶一个 不认识的女人做妻子 这样做对沈姑娘 也不公平不是吗 从小你什么都听我的 为什么这件事情 你就不肯听呢 是 从小到大 我什么都听爹的 现在也一样 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是只有这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答应 碧云在我心中的位置 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 不要再说了 好了 去准备几份厚礼 到沈家去一趟 你这老不死的东西 没钱居然敢来骗烟酬 我可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把烟钱还清了 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家 高太爷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 我没有那么多钱 你再宽限两天 我 我把女孩嫁了 我们就是明月镇 悬河茶庄的亲家 到 到时候 您要多少钱 就给您多少 就你 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还悬河茶庄的亲家 我还皇帝的驸马 引到我 哈哈哈哈 给我打 森林打 哎呀 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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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们 不要打我爹 呦 沈大顺 你女儿可长得不错呀 没钱就拿她底吧 打走 去 哎 哎 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们 快去吧 救救 哎呀 哎呀 这就是薛河茶庄的二少爷 我沈大顺的女婿啊 哎 好女婿啊 救救我啊 救救我们吧 啊 他欠你们多少钱 二十两 二十两 柱子 嗯 拿去吧 哼 今天算你走月了 不过我可告诉你 下次可没这么便宜了 当心你的狗命 走 走走走走 沈姑娘 谢谢你救了我儿子家宝 这份恩情 招家永世难忘 你说这沈玉琪出身卑微 我就不说了 爹 不是我说话难听 你说咱们娶一个采茶姑娘 做赵家的二少奶奶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现在可好了 再攀上一个欠了一屁股赌债 又稀毒成瘾的无赖做亲戚 不管怎么说 咱们赵家在这明月镇上 也是有头有脸的大呼人家呀 现在这样一来呀 这不让全镇的人 看我们赵家的笑话 让我们赵家在这里的名誉 一败涂地吗 是啊 老爷 我们事先不知道这种情况 现在 是不是应该再慎重地考虑一下呀 爹 还有 这么好的一位姑娘 居然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 可想而知 从小不知道受了多少苦 好 这样好了 定个量身即日 尽快把一起取进门 爹真是越老越糊涂了 去招惹一个抽大烟的无赖做什么亲戚啊 他难道不知道 那鸦片刻成个无底洞害了多少人 我看哪 爹存心想让沈家 把我们赵家的财产分光了 天威 要不你去找爹 让他尽快把家产分了 否则 就等着做吃山口那一天吧 这种事你让我怎么开得了口啊 我爹他是一家之主 他都决定了的事 你让我说什么呀 再说了 他很早就没把我当回事了 那我说的话还能有分量吗 你真是没用 想气死我 别生气了啊 来 咱们啊 喝口莲子汤 不喝 哎呀 喝一口嘛 你是我最疼最爱的老婆 你看我对你多好啊 你呀 嫁给我也不亏 是不是 来来来来 喝口喝口 来 哎呀 喝一口啊 来 哎 怎么了 大少奶奶 怎么了 哎 老婆 怎么了老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哎呀 可能是前两天打麻将睡得太晚了 身体不太舒服 打麻将也得注意身体 秋军把她拿走不用了 好 老婆 你身体不舒服 你得早点休息 二弟的事情啊 我们明天再从场记忆啊 来 好 走开 哎呀 你找什么 上回赵家下聘的那个金镯子在哪 拿出来给我 赵家下的聘礼 不是已经全都用完了吗 哎呀 老子都是你少管 啊 金镯子拿出来 啊 不行 那是预期出嫁时候要带的不能给你啊 预期出嫁 赵家值钱的东西太多了 谁会稀罕这个 给我 给我 我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你 小杰 哎 小杰 哎来来来来 嘿嘿嘿 来来来 小杰啊 爹最疼你了 那副金镯子放在什么地方 告诉我 爹给你买糖吃 小杰 不要说 啊 小杰不知道 爹 哎在哪儿 咱枕头 小杰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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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雪去去去去 哎 大雪你可千万不能 你走开你 不要 不要 大雪 哈哈 有个我抽一战事了 大雪 我求求你 去你的 儿子 谢谢啊 娘 娘 你怎么了 爹姐给我买糖吃了 你不高兴吗 我的傻儿子 你姐姐给你害哭了呀 娘 娘 你别哭了 娘 娘 娘 你别哭了 娘 我回来了 娘 姐姐回来了 姐姐回来了 你怎么了 快起来 怎么了 爹呢 别提他了 但夜饮又犯了 他把赵家给你的金镯子 全拿去抽大烟了 娘 别哭了 玉琪啊 娘对不起你啊 娘什么都没给你留下 你这样两手工工地 嫁进赵家 会让人家看不起的 娘 您看您别这么说 我带不带都无所谓的 最重要的是 您身体健健康康 一切平平安的 这比什么都重要 玉琪 娘 娘 您别哭了 不哭啊 娘 别哭了 爹 爹 娘 请原谅不孝子的不辞而别 我实在无法接受 你们对我安排的婚事 是 碧云的地位 不是任何女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取代的 我承认 沈姑娘是一位非常好的姑娘 但也因为如此 我更不能辜负了她 因为我的心里全是碧云 我承认了 沈姑娘她一定会找到属于她自己的幸福 小石 你怎么会在这儿 不是要你们看着他吗 不是要你们看着他吗 在成庆之前不准他出门呢 不是要你们看着他吗 在成庆之前不准他出门吗 我真的不想嫁到赵家 你嫁入赵家以后 千万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是断渣